就是感冒的病人 他们使用这个腔木牙 在我们中间分为风寒型跟风热 这两种类型 我会比较建议 如果说是风热型的这个外感感冒的病人 因为你有红痛的发烧的一些症状 停电有上呼吸道的发炎 那我会比较建议说 你去掉了这个鸭肉 用感用鸡汤 那当然就是那些麻油酒啊 是不可以用的 譬如说你鸡汤呢 你可以加上一点生姜是没有关系 但是呢除此之外 你可以加上樱花、薄荷、甘草 或者是说加上凤梨啦 这些一点苦瓜 那这样子去炖一个鸡汤的话 比较适合一个风热型外感 有上呼吸道发炎的一个患者来使用 如果你要在这个冬季的时候 吃一些炖料 肚子的东西的话 我会建议是比较量补着这种类型的鸡汤 那如果说江母鸭针对 这个外感的病人的话 我比较建议在风寒的初期 那我们中医所谓风寒的初期 就是说你会有头痛 比如说胃痒 恶心恶心想吐 或者是有鼻水水水的 然后打喷嚏的 这种就是属于在中间认为是风寒外感的初期 那这时候你使用芥母药 我会接应你就是说 你可以喝用这个 不要用老姜 你用生姜 然后呢加上这个鸭肉 但是呢 酒跟这个麻油还是不建议使用 因为我们中间风寒是会化热 一旦呢 你吃了这个酒或者是有麻油的东西 它会促使风寒化热的这个情形呢 就是更加速 甚至你没有达到去风寒 就导致它有化热的一个转变 所以化热就是说 你可能会有喉咙痛啊 开始喉咙肝啊 一些热症外感的这个热症 风热的这个症状就产生了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在这里建议 就是说一个感冒的一个病轮 它怎么样去使用 在这种冬季以前 是用一些顿部的东西 就是以上的这些建议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